1月5号2019央视春晚节目再次彩排 Baby 周一维 鲍贝尔 妍妮 沈岳和此次春晚语言类节目主持人尼格·买提现身 央视门口周一维身穿格子戴衣 边走边戴帽子 鲍贝尔戴白色口罩 低头走路 Baby将自己裹在宽大的羽绒服里 脸带笑容 疑似彩排情况不错 妍妮则十分接地气 艺术们就被冷得双手捅在棉衣袖子里 而首次出现在央视春晚现场的沈岳 身穿妥色大衣亮相 一路和工作人员说说笑笑走出来 心情十分不错 方国劳新闻期待正式官宣啦 报答